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宣称辞聚是一场报复行动 首相杜玛在出席2018年反贪污峰会活动之后 召开记者会一一反驳 如果他没有 如果他从犯罪中免费 他可以对那些人的行动 但他没有 他遇到他们但他没有行动 伊玛公司案件关键人物之一 祖斯托曾经因为泄露伊玛公司机密 而被判入狱 但他直言不曾后悔告密 也认为很多职员 恐怕被判入狱 如果你有罪犯的话 就做 但做得正确 相信你的判官 相信存在团队 可以提供你 如果我再做一次 我会再做一次 除非我会保护我的家 针对有传巫统领袖退党 加入土团党 以免除被提控贪污一事 敦马直言 如果有证据 可以向有关当局投报 如果你有找到一些犯罪 您欢迎来报告 我们会进行 但目前我们没有求钱 我们有证据 我们有证据 那些犯罪是 他们要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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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网络 帮助网络 他们要继续 让他们离开 让他们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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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进行 成为我们的党统 国际透明组织 公布2017年贪污印象指数 马来西亚再下跌7名 获近6年最低分 排名第62名 而新闻政府 在打贪的行动当中 政府体制 经过重组之后 会有四个不同的单位 来负责监督贪腐情况 同时也要减少人民 依赖政府的习性 但有些人 对政府的习性 政府的习性 其实在抑制 抑制 抑制 而去做 那是不容易 例如 人们会被责赖 钱充满 人员 例如说 他们被责赖 税 我们不可以 做这些 因为我们不招责 钱 给人 我们赚钱 通常的责赖 被责赖 被人家 取得 责赖 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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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